目前有新增11例 11案的病毒序列 都是这个Delta 所以国内目前 验出Delta总共149例 那其中有43例是本土 天哪 Delta病毒真的实在太凶狠 让国内一周就有11人 都遭到感染力超强的Delta产生 更可怕的是 这11例境外移入个案中 有4例不管是达2剂还是3剂疫苗 竟还是被病毒攻破 这些突破性感染个案 其中有1人是达1剂AD和2剂BNT 剩下3人是达好达满2剂BNT疫苗 突破性感染频频出现 想防都防不了 国内今天新增了6剂COVID-19 境外移入个案 又有4例是完整接种过 莫德纳、BNT以及核心疫苗 除了境外移入 一口气加6 本土疫情也还是不平静 今天有新增2例本土病例 那这两例本土病例都是台北市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 这两例本土确诊个案 目前感染源都不明 直到案16226 是一名70多岁女性 5月时曾因为同事确诊 被匡列为接触者而隔离 一直到最近 因为她需要进行手术 到医院裁检 被想到却被验出确诊 CT值为38 她看起来应该比较像是先前的感染 那目前有匡列一个接触者 居家隔离 另一位确诊个案案16227 是一名20多岁的女性 她的两位家属和男友都在5月确诊 但因为当时她没有跟家人同住 因此并没有被匡列隔离 最近为了到医院陪并进行裁检 9月10日检验结果是阴性 但她却在9月15日开始出现症状 9月16日被验出阳性 CT值为33 目前看起来也比较像是 先前的一个感染的一个个案 那当然还在继续厘清 那目前初步匡列接触者 有8名 那列基督家隔离 面对社区内 层出不重的不明感染源个案 这也让全台民众开始紧张 急着想打疫苗获得保护力 第9轮即将开打的BNT 疫情指挥中心只要一等到 确定全台会有多少学生 愿意施打BNT疫苗后 就会释出剩下的疫苗开放给大家 愿意施打 当然省得越多开放年龄就会再往下 有关BNT的部分 目前就是给65岁以上 还有第9类40岁以上 还有18到22岁的 这个都是打第一季 那另外如果有多剩下的话 我们就会一一年龄层 就从第9类的40岁往下开 第9类都开完之后 就再来就是会朝 64岁这个年纪再往下开 第9类都开完之后 第9类都开完之后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第9类都开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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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类都开完之后